基礎到進階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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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一步一步 哈囉大家好 我是Sky老師 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有唱歌破音的經驗 或甚至講話的時候也會破音 尤其是在變身期的時候 更是有事沒事就一直 然後就會很糗對不對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破音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破音呢? 那在開始之前別忘了先按下訂閱按鈕 被開啟通知的小鈴鐺來訂閱我的頻道 3 2 1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破音是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破音是當你想唱某個音高 但是實際上唱出來的音高 卻是跳到一個很遠的音高 注意這邊我強調的是很遠的音高 因為如果是跳到很接近的音高 我們通常會覺得它只是單純的走音 而破音就是因為跳到了很遠的音高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注意到 它其實也是另一種走音 那我這邊說的很遠的音高還分為兩種 第一種比較常見 是跳到比原始音高還高的音高 比方說 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那第二種比較不容易被察覺 是跳到比原始音高還低的音高 比方說 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那當然還有這兩種的混合型 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而這種情況其實就是法拉利姐的聲音 是啊好餓喔好餓喔 那了解破音的聲音之後 接下來就來討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導致你在唱歌或講話的時候會破音呢 事實上破音通常是當你唱歌的時候 聲音超出你聲帶能夠負荷的範圍 比方說高音唱得很ㄍㄧㄥ 或是唱歌太大聲 又或者是唱在你不熟悉的音域 這幾種狀況都會讓你特別容易破音 原因是因為你的聲帶 會很自然的想要進入一個穩定放鬆的狀態 所以當你要他做剛剛說的那些超出他能力範圍 他做不到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跳到一個他沒那麼ㄍㄧㄥ 沒那麼不舒服的音高 我們之前有說過 我們講話的英語是胸聲區 歡呼的聲音是頭聲區 而胸聲區跟頭聲區 中間的過渡區域稱作混聲區 因為在混聲區你需要混合胸聲區跟頭聲區的聲音 所以混聲區其實才是大部分人高音唱不上去的地方 歡呼的聲音對大部分人來說反而還比較容易 所以當我們唱歌唱到很ㄍㄧㄥ的高音的時候 也就是唱到混聲區的時候 你的聲帶就會很想要切換到 它可以比較輕鬆的頭聲區 這就造成了我們前面說的 音高跳到比原始音高還高的很遠的音高 那音高會跳到比原始音高還低的很遠的音高 道理也是一樣的 因為比起混聲區 胸聲區的聲音對聲帶來說是比較輕鬆網易的 所以這是他脫離很不舒服的狀態的另一種方式 那因為混聲區幾乎是所有人的痛 所以大部分人會破音大概都是在唱混聲區的時候 但記得我前面有說 只要是唱歌的時候 聲音超出你聲帶能夠附和的範圍都有可能破音 所以即使是低音也有可能會破音 那既然如此 像法拉利姐這樣講話經常破音的聲音有沒有救呢? 答案是有的 像法拉利姐的情況是因為他本身的聲音比較低沉 但是他又想要講話在一般女生的音高 所以就很容易講話講一講就破音 解決辦法就是 把他的混聲區練起來 我沒有開玩笑 理論上真的是練好之後 他的聲音就不會再這麼奇怪了 那如果你有常常破音的困擾 要練的還是講到爛掉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的聲帶閉合 這會讓你的聲帶能夠承受更大的音量 即使聲音稍微大聲一點也比較不會破音 詳細的練習方法在我的第87支影片 教你從基礎到進階 一步一步練習聲帶閉合 連結都會附給大家 那第二個要練的也是講到爛掉的 就是要練混聲區 當你跟混聲區比較熟悉之後 就可以不ㄍㄧㄥ的唱你的高音 自然就不太會破音了 混聲區的詳細練習方法 在我的第18支影片 以及第32支影片裡 都有詳細的說明 連結一樣會放在資訊卡或下方資訊欄 大家記得一定要去練喔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加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一定要按下訂閱 順便把通知的小鈴鐺打開 我每個禮拜14晚上9點都會更新影片 另外現在還開了另外一個生活頻道 嘎老師在幹嘛 每個禮拜6晚上9點也都會更新 大家一定要去訂閱喔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我現在在IG上挑戰每日一唱 記得也一定要去追蹤我的IG喔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